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工业长篇第八节 孟武伯问,子路忍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有也千圣之国,可识,智其福也,不知其人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世之意,百圣之家, 可识,未知,宰也,不知其人也,迟也何如,子曰,迟也,素带立于朝,可识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人也 那么这一篇呢,字很多,这是一个特征,二就是很容易理解 就是和孔子那时候的词和字,以及语气啊,相差比较大 第三呢,就是这个境界呢,和孔子相差不是很大,但是呢 有这个模仿,有这个孔子的说话,把自己这个意见添加进去的蛛丝马迹,那么究竟如何 那么我们以前也讲过,这都是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管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那么从中,当中我们可以品读出,那么祖宗们这种境界,对人生的这种认识 那么我们拿来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这一段呢,还有套用前面,孔子评论管仲啊,等等这些 张杰啊,在这都有蛛丝马迹,那么其实不重要 我们就全当,是孔子说的,站在孔子的角度啊,去理解这段话 那么实在是对孔子思想有歪曲太大,间接不深 但是也放在这儿啊,就是东施孝平啊,寒丹学部的,我们也要指出来 不能把我们子孙当傻瓜、傻蛋去看吧,对吧 那么这一段呢,从描述来讲吧,就是讲这么几个人,论述几个人 孟武博啊,就是有一个人,管他是孟文书,孟文记啊,孟武企业啊,咱都不管他了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人,就问孔子,那么此路人,此路见不见到这个 自己的真心本性,人就是,那么他做到了人 做到了人,就是见到自己真心本性,按照自己的良知良心 真心本性去做事,称之为人 那么他达没达到这种境界呢,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呢 孔子说,子曰,不知也,我不知道 为什么孔子说不知道,他真不知道吗 当然他真不知道 他怎么能知道子路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你比如说子路做的事确实很公正 见谁都很公威,很礼貌,很谦虚 做事呢,也是叫你看这是公平 谁知道子路是真的按照真心本性还是装的呢 那可能是欺骗啊 也可能就是他做给别人看的 这种事情究竟是欺骗还是做给别人看的 是按照自己良心做的,还是故意 从外界根据理,根据意,根据法去要求自己做的 那孔子是不知道的 那只有谁知道呢,就是子路知道 因为孔子确实把子路啊,很欣赏 说这个人境界不下于我 那么就这种情况下 那孔子呢,也不知道子路 究竟怎么想 那么真不知道吗 那么作为一个老师朋友或者什么 那不知道,那肯定他有感觉 但是你要说让他确实去知道 说,哎呀,你知道 那孔子就是实话实说,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子路,只有子路知道 那么孔子这个不知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后面,包括不知其人也 不知道他是不是明信见信了 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说,哦,孔子这不知道呢 他就是不知道,他实话实说嘛 那么这种东西本身就是自己知道的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这一个呢,大家慢慢去品味 那么孟伍伯呢,就又问 那么,这个,尤,就又问 这个,尤啊,就是 孔子的一个学生啊 那么,是怎么个情况 是不是人啊 这个,是不是说他可以 有什么,就是适合于做什么 因为孔子本身就是反对 某种程度上,说一句实话 就是,不赞成去做活儿了 前面他就建议这个 叫,七雕开啊 那么,就看出来 孔子是不赞成去做活儿的 你想,孔子怎么会分配自己的子弟 啊,这个人适合做什么 这个人适合做什么 但就是后人对这个人 通过孔子的言语 所做的评论 那么,再用孔子的话去说 但是最后一个啊 不知其人也按照 体现出了孔子的真实意思 那,说游这个人呢 适合做什么呢 先圣之国 就是很大的一个国 那个圣呢 就是,我们说嘛 人在树上 那么后来演变就是车马 人在车马上面 那么就是借助啊 就是使用这个意思 那么,前圣呢 后来演变就是麻辣的车 那么有一千辆车 这个国家 确实也就是比较大了 横征暴廉嘛 你要那么多车干什么 这个就是挣兵打仗 是运输粮食吗 也没有必要 运输物质吗 也没有嘛 在哪生产 就在哪消耗嘛 也没有必要 那都是给这个王公 贵臣君子 堕落了的这些人 服务的 他征集到自己 喜欢的那个地方 就要需要这个前圣 老百姓需要吗 老百姓 手提的就行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国 那么可使 使呢就是 人在 人马在路上走 称之为使呢 这就是说 管理 让 那么 治就是把持 其服 服嘛 就是拿着武器 去收取东西 称之为服 那时候已经堕落了 就是说 滚棒啊 铁器 铜器啊 做成的尖锐的刀啊 什么东西 就是我要来收 为什么给军收的 你应该交代 军管理我们啊 给我们看管着这个公平正义 那那那他要吃饭 你就要交 这个服务呢 实际上 祖宗给他定义 就是说 就是不是说 嘿嘿 那么 有善意的啊 拿着武器去争取啊 你不行动武 你要给 那么 这么一个国家啊 有适合于去 做这种事情 看来这个 自由啊 这个人 适合就是今天说啊 强拆 我就拆人家房子啊 征收 这个 说服的人啊 就这么一个人 那么 他是不是 鸣心见性了 我不知道 不知其人也 那么求也何如 说自求啊 就是或者是什么求 哎呀 管他什么求 说这个人怎么样呢 孔子有份求啊 千世之一啊 这个 是吗 就是屋子啊 千有一千个 或者几千个 用千来数 意义呢 就是 人们 集中生活的一个区域 后来呢 慢慢演变成 就是 大城啊 其实最早呢 区域是什么 那个 大家都那去 因为其中啊 就是祭司啊 大家都到那去 嗯 跟老祖宗啊 跟 呃 苍天啊 去 呃 汇报自己 这个 这个 一个 一个时期啊 一年 一个月 一个 一个 季度啊 我都 七七弄 那怎么着了 我都做了些什么人事 哎 嗯 跟祖宗汇报地方 那么多了呢 就是 大家都到那去居住 后来 变成城的意思 那么 有一千多个房子啊 或者几千个房子的这么一个大城啊 百胜之家 一个家就有一百台车 你这是干啥 嗯 我们也不知道 这都是说 你说人嘛 放纵 哎 那一家有一个大胜就不错了 你还 也没有必要啊 本身就是浪费 吃饱 撑的 那么你百胜之家 是一下有一百台车 那么这样的大城里头的主人啊 可以干什么啊 品行求 哎 让他成为宰 可使为 是吗 我们说过就是 车马在路上走 就是派遣他用 或者是什么 啊 宰呢 以前我们祖宗的时候 宰是家法 就是这个 家里的规定 啊 刻在哪个地方 啊 那就是宰的意思 后来演变成 宰相啊 主宰啊 相 就是帮助 这个 君 啊 料理 这个法律的人 称之为 宰相啊 相就是住嘛 我们以前也分享过 那么宰呢 就是 这个 法律 的这个帮助啊 就叫宰相嘛 那么 怎么治过一些礼啊 所谓的道啊 礼意 道呢 都是法律的意思 那么可以 让他当这个 呃 主持这个 法律的这个 大官啊 在相嘛 你说可以做 这样的官 那么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明信见信了 那么 持也何如 持啊 另外一个人 是持啊 持子啊 都无所谓 管他是谁 有个多人 去接受这个东西 研究过去 研究过来 好人都有学会 谁谁谁 没有必要 我也说起实话 你管他是 持还是墨啊 还是 猪啊 还是黑 都无所谓 我们要来干什么 我们要明白 研究那些东西 有什么意义呢 好多人说 有意义啊 那个人是谁 怎么着 没有道理 所以呢 希望大家去思考 真的 并不知道 那么持嘛 就有一论 另外一个人 说持也 同子说 那么这个人呢 素带利欲潮 素就是捆绑 带就是 身上带的 六八搜 装饰 好像是漂亮 自我安慰 自我感觉就是了 人都赤溜溜的 你装 能去干什么 就是啊 还归整 叫人一看 这个人很好 那就是 叫我们 家乡有句话 叫驴子蛋子 外皮儿光 造假 气 不能说人话的人 素带利欲潮 潮呢 以前呢 就是指早上的意思 太阳出来 月亮还没落去 大青岛 成为潮 后来呢 哪个地方能最先见到太阳 这个 先出来 出来 月亮还没落呢 那种很高的建筑 那谁住的呢 君啊 王住的 那个地方也就叫潮了 因为它高大嘛 就是成了朝廷 那有个厅嘛 所以都是这么来的 慢慢演变来的 就是这个人呢 可以很 西装隔离啊 很文雅 打着领带 买面笑容啊 站在这个 官家的这个 最高的这个 朝这个地方 可以让他 与宾客 沿野啊 去交谈 反正你忽悠我 我忽悠你嘛 你到我家来 我就这个样子 沿这个地上 说话 那么这实际上呢 我说的可能难听一点 就是去相互忽悠 那个兵是什么呢 我们祖宗 当时发明这个姿子的时候 就是带着礼物来的人 你到我家来 那是兵 那客呢 客是带着嘴来的 只来吃 啥也不带 成之为客 后来这个兵客 都一样了 反正到我们来 访问的 到我们家 到我们国家 到我们上 到我们反正我是主人 这个地上 那么你到我这来 称之为客 兵客 不分了 那么实际上 兵客是有分别的 你带礼物和不带礼物 那不一样的 带礼物称兵 不带礼物称客 那么可以跟这些 带不带礼物 反正来 进贡的也好 还是来索取的也好 跟这些人 反正你忽悠 进贡的叫做多进点 来要吃的高 他没有 叫做高 应用危险 你就干这个嘛 素带礼于朝 就是忽悠 叫这个池 可以是忽悠 那么他 是不是 明信见信了 我不知道 实际上呢 这个孔子 绝对不会这么去说 但是不知其人 那孔子可以 说出这种话来 那么至于 其他又是 油 球 池 等等 鹿 等等 这些人 究竟适合干什么 那孔子会这么评论吗 他适合干什么 这种前后矛盾的 这些人说起来说 当官本身在孔子当中 为政 就要小心翼翼 紧紧身身 你都做不到 为什么周围全在那造假 你不做 你也会习惯的 你也会 就是 堕入这种 滚滚红尘 被其淹没 结神自好 说起来 容易啊 不那么容易的 所以 这一段呢 实际上就是 祖宗给我们 讲了个故事 但是 最后的结语呢 他可能理解到 孔子的思想境界 所以不知 不知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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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一个不知 后面三个不知其人也 真实的表达了 孔子的境界 就是我 不知道 我不可能知道 他就是 说人话 是话是说 好 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